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笼统的先过一遍 看看你们最喜欢这双鞋有什么想聊的 现在就开始中片 这双鞋的确实从颜值还有做过温暖上 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拿到手上质感非常强 好像这双鞋已经上了 但是这个配色不知道有没有上 那个像黑白什么都上了 然后打算这个鞋给大家再做一期节目试试看 弹幕说一说对吧 你最喜欢这双鞋哪部分 然后实战性能呢 据我所知 还是不会太差的 然后这个鞋到时候给大家做一期节目分享一下 弹幕后面是不忍认人问 今天这个场景怎么多了一排衣服呀 今天的凌晨12点一过 就是14号 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活动呢 大家之前啊 我看昨天有个评论里面说 之前的买三送一买四送一挺好的 能不能再来一次 那么看了这个评论呢 当机立断对吧 给大家一个福利 就是我身后这一排我们上的秋季新款 包括我上上穿的这件 通通买四送一 我看一个这个开箱怎么进的这个掐饭 没事 大家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 这个PHEW现在商店呢 是我们为了独立评测节目 为了真正能吃上饭买得起鞋 做的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品牌 然后这一次呢 秋季新款 什么东季新十里洲 我们搞了一个活动 买四送一 然后我们在主业当中呢 所有打了这个主图标的商品 然后我们后面都有 买四送一的这个福利 首先是我身上之前对吧 之前节目一直在送呢 给大家送福利的这个基础款的卫衣 然后呢 就是这个素杆的 这个呢有很多种颜色 排汉很好 然后保暖也不错 最近特别喜欢的一套 就是这个口袋的多色的基础卫衣 然后呢 只在领口部分 有一个小小的PHEW的标 这个就很低调奢华了 对吧 然后我们的吊牌呢 也做了新的 分别呢 有A层 然后深绿 灰 藏青 黑 这都是比较低调 比较好搭的 而是价格呢 也特别特别的亲民 品质呢 就是 very good 对吧 买过的都知道 买过的在弹幕上说一下 对吧 这个也参加 然后比较Q的这个PHEW地球的红档青 两个配色 最经典的这个 哨子标的这件 这件要稍微厚一点 也是买四松一 这件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Sea is the moment 雪院风的这个暗红色 加这种 比较沉稳的黄色 厚度呢 是相当够的 刺绣标 做了一个升级 对吧 看起来更有质感 整体就很压得住 很沉稳 对吧 而且料子也是蛮厚的 大家可以直接过度到冬天 外面套一件外套就OK了 爆款商品 良心商品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插肩的这个 卫衣啊 也是束干的 可以去打球的 这个也是老商品了 我们从就做了 还有一条呢 就是我们这个裤子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裤腰带 是跟裤子连到一块的 还有一个全新的标 提升裤子的质感 对吧 带弹力筋的裤口 打球勒上来 更加方便 你也可以呢 把它扎到袜子里面 做搭配 对吧 当然还有几件商品呢 没有拿过来 就是一件外套 和双面穿的夹克 所以呢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马上去添加购物车 看完节目 点完赞 投完毕 是吧 去我们店里面 狠狠的来 拔一拨我们的羊毛 当然了 这个买4送1呢 只是我们这个 我个人是吧 头脑冲雪 给大家下了一个福利 因为 确实感谢大家支持 然后一个呢 就是淘宝本身的 买200件15的优惠券 还有我们店铺 你只要收藏 点赞 加入购物车 就5元的红包 所以说大家前面不要错过 接下来继续讲鞋 是不是有点跑偏了 对吧 第二双呢 是这个 盒子被我弄 弄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双 科比的 ADXTFF 这双鞋 其实我个人 已经做过节目了 并且穿了一段时间了 确实还蛮喜欢的 就是整体的颜值 还有他这种轻便的鞋面 这个鞋面真的 我真的蛮点赞的 只不过 大家在节目中看的 形变有一点厉害 对吧 但是实际穿起来 包裹感觉真是不错 唯一的呢 就是不耐磨 当然不耐磨这点呢 我觉得这双鞋也差不太多 对吧 两个看就都 彼此彼此就两双鞋 然后第三双 哈登4 哈登4这双呢 确实 鞋面是个很大的问题 鞋面要被他玩爆 但是整体的造型 包括 这个Line Strike 中底的一个运用 确实还是蛮好的 整体这个鞋 还是能打一个 相对比较平均 以上的分数 但这个鞋面 确实拖后腿 出街实战都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正片 对吧 挺有意思 挺有玩的 然后再往这边拿一双呢 就是 也是昨天发的节目 对吧 AF25 但是做节目的时候 我忘记把盒子拿出来了 我忘了它是原盒 因为我之前收二双鞋 从来就没有收到过原盒 这次是原盒 盒子上面呢 就是一个AF25的标志 然后里面呢 鞋纸上面都是 AF25的这种 大家看 小的标 看见没 就确实诚意满满 细节满满 然后鞋子呢 昨天节目里也说了 老鞋修复一下 因为它这个 确实年久失修 你看这边完全开胶 昨天还有客观老爷 在评论里面说 从来是要修老鞋 新节目叫什么名字 老鞋节目 我是想要好这个名字 就是我以后讲 所有老鞋都 叫老朋友好了 给大家看看 之前的老朋友 他们现在的样子 第五双 没做过 刚到手没多久 AJ34 但是为什么我说 刚到手没多久呢 是因为这个手发配色 我又懒得去抢 因为我从来都是 不加价买鞋的 never 一双都没有 它这个材质 其实摸起来 跟这个科比 NXTFF上面 这个材质真是一毛一样 就两双血 有个共通的地方 你知道吧 里面是黑 外面是白 熊猫配色 对吧 致敬 AJ4 然后镂空中底 这个气垫 其实我觉得这个做工有一点点 感觉有一点点 痴 你说吗 就感觉它这个气垫没有摆到相对应的位置 那我直接就做长测好了 对吧 告诉大家长时间穿着以后 一个是这个XDR底到底耐不耐磨 一个是跟之前的这个鞋做一个小的对比 对吧 这双就时间长一点出来 颜值呢 大家可以打个分 之前的鞋 大家也可以打个分 对吧 第六双呢 就是KT5 KT5的节目做完 大家这个反响还是挺热烈的 就是 哎呀 你这个鞋盖子拆掉以后 怎么就展示了一会儿 对吧 盖了鞋盖的样子 这是它撕掉鞋盖的样子 其实很多朋友叫我把这个 捏捏胶 这个子母胶 这个头也去掉 但是我觉得 好像去掉以后 可能会给携带了很大一个窗口 好像它 它里面是看不到线头的 所以说 你只能去这样 割它 割很容易把鞋盖割破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可以去某宝上买那种小贴的那种 包括像KT4 那个全明星上面的小贴 小贴布可以贴到这上面 对吧 又是一个好的亮点 对吧 当然说也可以贴在后面 做一个背甲 然后拿它拖地 在家里拖地 对吧 所以这个颜值 大家可以打个分 这么多鞋 这个月就买了一双国产鞋 第七双呢 就是Alpha Dunk的弟弟 现在成了大哥 对吧 我已经穿它打了一会儿球了 但是没有说打太久 还是要多打个几场 才能够把这个鞋稍微撩了 所以应该大家说 一上脚很紧很紧 我穿了半天 才把它穿开一点 这个鞋面的刚性 真的太强了 说支撑性能都还蛮好的 然后前面一个大的气垫 对吧 这两双鞋都是以大气垫 这个有个名气的 这双鞋呢 真香 我还没穿出来 所以说时间再穿长一点 给大家做个分享 然后颜值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在座各位 比较低的了 对吧 然后第八双 这双来头就大了 我把它放到最后压转 跟大家聊 桌上的鞋 全部都要给它让路 你们有福气了 为什么我不放在一开头讲 就是看到最后的 才是最香的 对不对 2006年 发售价格达到2600块钱 这双阿迪达斯的球鞋 叫做阿迪达斯 整段垮掉 叫做阿迪达斯 1 不知道多少客户 对中央鞋有印象 这个盖子你知道怎么开的吗 它是左右开的 然后呢 运动说明 然后呢 把它打开一本厚厚的说明书 还有一个这种 像那个开车路一样的 开车路一样的钥匙 还有两截电池 说明书里面呢 是 各个国家的文字 告诉你们怎么使用这双鞋 然后后面呢 还相当 old school 的跟零几年的风格 搭调的附赠一张软盘 光盘 你看都是有开合角度的 是不是相当有排名的啊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鞋都让路了吧 这双鞋呢是全网仅剩一双了 我等了大概有个三四个月吧 然后之前还有一条B站东西 所以要不要做这双鞋 我刚好在等 然后终于把它逃到了 篮球鞋历史上 首次把智能调节和我说电动这个概念引入篮球鞋的 就是这双阿里达斯碗 它呢是通过一个电动马达和里面一个微型电脑来计算你运动当中所需要的缓震量 通过后面鞋的一个小塑料缓震片来进行一个调整 电池是在中底里面上的 这让你们能看见 你们是不是特别期待我把这双鞋整个故事啊 包括它的一个感受 还有到底能不能通电 因为电池没电了 我买了新的电池还没到 就是到底能不能通电 它是怎么调节的 什么原理 然后它为什么没有被很多人熟知对吧 这双鞋当年是邓肯代言的 06年全明星 很可惜啊 没有讨到这个白金色的 但是能够讨到这双鞋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做工啊各方面都是顶级的 所以说后面这个部分和底面是看起来最帅的 就是说大家现在来投一波票 对吧 这个月入的八双球鞋 说出你们最喜欢哪双的颜值 最想看哪期节目 还有不要忘记我们这个PHW先生商店 买四双鞋对吧 只有14号到16号 时间有限 大家赶紧参与 然后记得催催我 先做哪双鞋 然后不要忘记三连投币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这个开箱再见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这种开箱 反正我做起来是蛮好玩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去店里看一看对吧 哪怕你没有